据报道 台立法机构今天通过所谓共同声明 无视一个中国原则和国际组织有关规定 提出让世界卫生组织以完整无碍的制度化方式 接纳台湾参与WHO的运作的无理要求 对此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关于世界卫生组织涉台问题 我们已经多次清晰全面系统阐明原则立场 事实上 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 中国台湾地区的医疗卫生专家 以个人身份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性活动 台湾地区获取世卫组织发布的公共卫生信息 包括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没有障碍 因此 民进党当局之所以反复炒作 世卫组织涉台问题 甚至攻击世卫组织提出违反国际组织 有关规定的无理要求 目的就是要进行政治操弄 台立法机构一些人推动所谓的声明 别有用心 以一谋独不可能得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